80年以后全国不是文艺复兴吗 对 什么中央歌剧院啊 中央芭蕾舞团啊 上海歌剧院啊 广州歌舞团 都到扬州来演出 你是扬州人 扬州人 然后演出的时候 那就住我们家隔壁 我们那是一个平房 叫前平房 我们家住4号 那从123 5678 9014 全部都是住的演员 说的真戏的 第一个碰到的是李光熙他们 李老师 李老师 李老师大概就住在5号 那我小的时候是学 拉小提琴的 那么这些演员住在那儿 就看着我自己 就练小提琴了 那他们就觉得很好奇 小时候长得挺可爱的 现在也挺可爱 也挺漂亮的 好吧 现在呢 现在更漂亮 然后呢 肯定会引起他们注意说 哎呀小姑娘好可爱 小提琴了 怎么还会什么呀 那我有的时候会说 会唱歌 有的时候我妹妹 比我活泼一点 可能说是姐姐会唱歌 那 那一唱就把他们吓了一跳 就总唱邓丽君的歌嘛 然后李光熙老师 是第一个给我鼓励的 他说真的唱得非常的好 你一定要保护你的嗓子 将来一定会成才的 那这个鼓励不得了 那是 那后来 祝风博啊 蒋大为啊 他们通通都到那里演出 都住在我们家隔壁 每个人都给予 很高的评价 所以我爸爸就有胆量 写这封信给太平洋 从小得到这么多名家的肯定 但是没有一个把我带走 我当时特别希望他们的这个团 人家是来 宽完了以后就把我带走 人家不是拐卖妇女儿团的 宽完以后就把我带走 但是他们不敢 就是那个时候 没有没有听说招一个 十一二岁的 警察也不让 警察也不让 所以他们每次走都很失望 特别希望吧 那个老师说 跟我上北京吧 一次一次希望 一次一次失望 一次一次希望 怪怪龙地动 好痛苦 然后就 到了十二岁的时候 录了那个歌以后 我爸爸就把那个带子 寄到太平洋言公司 毛髓自剪 然后就 第二盘才录的花仙子 第一盘是他们帮我选的 聪明的一修 聪明的一修 风靡了整个时代 因为比较符合我的年龄吧 我那个时候十四岁 十五岁 不可能唱爱情的歌 那只能唱儿童歌 可是国内的儿童歌 又不是很多 所以当时他们帮我选歌 我自己 这歌到现在 您还会唱吗 会唱 那就来两句吧 好 唱啊 来吧 大家都喜欢听 我们导演都50多了 刚才跟着 咯嘻咯嘻咯嘻 那就唱两句 好吧 我们来听一听 聪明的一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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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